在本次米兰时装周中,肖战作为以全球代言人身份同时受邀于两大奢牌的唯一一位中国明星,经验了全球时尚界和媒体。 在此之前,肖战虽然已经火遍亚洲,并且屡次以电子音乐专辑和全球最晒榜单成绩撼动西方。 但是对于西方时尚界和媒体来说,肖战终究还是存在于传说中的那个神秘男人。 而此次《米兰之行》彻底让西方时尚界和媒体听言见识了这位从容端雅,气度非凡的东方男神。 网友官网在报道Gucci秀的文章里,在解药提了几个西方明星的名字后, 唯独以特别篇幅描述道,在秀场外,人们为中国演员歌手肖战振振欢呼。 在秀场内,他落坐在Gucci,CEO Marco Bessari身边。 众所周知,在这种顶级时尚界盛会,落坐于盛会主人身边的必然是最尊贵的客人。 肖战不论是人气还是待遇,都可以说是观众瞩目的焦点。 Gucci以及GucciCEO的话题很快冲上了国内热搜榜的第一,第二位,并且打造了爆的级别。 有趣的是,外媒MFashion报道称,GucciCEO Marco Bessari以9600万搜索量登上微博热搜, 因为他坐在肖战的旁边,引起了亚洲网友的注意。 言下之意,似乎GucciCEO还沾了肖战的光,令读者忍尽不惊。 他也再次侧面印证了肖战带来的关注度之纲。 同样,在同一天走近的TOTS看秀时,肖战也是落座于TOTS集团创始人兼董事会主席Diego De La Ville的身边。 而落座于这位主席另外一边的是人称时尚女魔头的BOW美班主编安娜·温托尔。 大家熟知的好莱坞影片《川普拉达的女王》就是以她为原型的。 美联社和BOWG意大利官网都第一时间发布肖战与TOTS主席以及安娜同框看秀的照片。 肖战的个人图也出现在Vogue意大利官网的首页。 意大利TG5电视台黄金时代新闻也报道了TOTS集团, 并且专门提及来自亚洲的巨星肖战在TOTS活动期间坐在了第一排。 这凸显了意大利制造在中国市场的逐渐上升。 此外,从世界各地汇聚到米兰的肖战支持者也吸引了媒体的目光。 伦敦旗帜晚报运名Standard。 在报道TOTS秀场盛正式提到,大家以为去得够早了。 结果人到现场发现早就有几千粉丝在耐心的等待。 有些人早上5点就来排队。 西班牙InStyle官网发表文章肖战给米兰时装周带来革新, 文章称这位演员,歌手和代言人的出现彻底改变了米兰时装周。 为什么? 我们将告诉你她是谁,为什么她有众多追随者。 文章专门提到, 韩副为具有某种神话色彩的人物赋予生命, 代表着美丽的少女赠入爱河。 这网友不完全统计。 孤齿和卡子两场大秀结束后不到24小时, 全球已经有几十家媒体报道了肖战和这两场大秀。 肖战和活动相关的话题跟上了世界趋势第二, 以及多国和地区的趋势高位。 在中国国内也登上热搜高位。 如此高的热度, 如此惊人的搜索率和提及率。 就算再多的公关宣传费可能都换不来。 从商业角度, 孤齿和塔尔斯是最大的赢家。 肖战的商业价值和时尚价值不断突破人们的想象。